我愛小女優 妳有一個吹鐵的歌手嗎 台灣傳統漢服 再配上外國槍的閩南語 1月17號國父紀念館上演了一場 馬接在台的故事 但仔細一看 演員竟然是身心障礙的學員 與他們的家長 結合了天運和尚團 西羅雅管弦樂團 布農部落劇場 這是喜樂家族基金會 20週年的紀念舞台劇 《愛我願意》 馬接馬接不出 詮釋著馬接來台的 一步一腳印 這位台灣女婿 即便不被歡迎 卻仍全心奉獻給台灣 喜樂家族 因疫情而言後演出 將近兩年的排練 真情演繹 感動現場兩千多人 這21年來 其實我們也 用這樣的態度 可是遠遠不及馬接 當我們跟上帝回應說 我願意愛 我願意 我願意什麼 我願意用這樣的態度 來接待 身邊的特殊兒 要有更多人 更多的年輕人 更多的孩子 能夠知道 我們有這樣一段過去 然後才能夠珍惜 而且感恩 就是再次的提醒愛 就是我願意 然後就要去行動 我覺得還滿感動 因為我覺得 其實他們真的很努力的在跳 而且是很快樂的在享受舞台 從原住民不認同到最後認同 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都快流眼淚了 像我們拿的表演的時候的玉米啊 這些蔬菜啊 其實都是馬接 我是引進來的 來台宣教超過50年的巴拓聖牧師 也到場全程觀賞 而出生在傳道人家族的周神柱牧師 也不禁哽咽 我今天在這裡很感動 因為馬接是我外主婦的老師 所以我外主婦這位 台灣第一個傳道人 今天在這裡的每一個人 才是主角 只要說愛我願意就是主角 很快樂很開心 這一次能夠演出 我愛願意的 謝謝大家 明年2022年 正是馬接來台宣教150週年 藉著喜樂家族的用心詮釋 這份不求回報的精神 將在台灣繼續傳承下去 GOOTV新聞中心台北採訪報導 好 好